小猫爱放屁很臭怎么办 小猫爱放屁很臭怎么办 如果一个小猫在它一个精神状态非常好 吃喝完全没有问题 活力完全都是OK的情况下 它总是放屁并且非常臭 那我们可以去知道 它一定是胃肠功能出现的问题 那么在胃肠功能出现问题上 主要是在于一个菌群菌落的一个变化 或者是消化吸收上面出现的问题 那么在菌群菌落上 当出现放屁过多 然后以及非常恶臭的时候 有可能是菌群的紊乱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益生菌的调整 从而帮助到这个肠道 那么如果我们会发现 益生菌我们添加了之后是有所改善 但是没有完全做改善 那么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方面 是不是消化吸收上面出现的障碍 比如霉的释放过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适当的补充点一枚 更好的去消化吸收物质 那么在这两方面同时作用下 应该就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当然如果这两个做完了之后 还是能发现并没有恢复到一个很佳的一个状态 可能这个时候就要送到医院里面去了 因为有可能有慢性肠道炎症 或者是其他一些疾病的发生 从而导致了这些功能上的异常 小贴士 小猫在正常情况下放屁很臭的话 是胃肠功能的菌群 菌落或是消化吸收方面出现了问题 需要调整益生菌 或是补充胰眉来改善消化吸收 如果还是没有改变症状的话 还是需要去进行治疗的